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节目主持人 赵川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理仙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323图牛旅游节现金券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现在您可以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 接下来就是认识 今天老师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 心理专家于济进老师 欢迎于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类老师 欢迎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三个男人 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的情感困境 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对 我出生于1978年 现今38岁 自尽单身未婚 对爱情吧 总是有一种期待和朦胧 在我心中呢 一直想找一个 让我心动的女人 陪我过后半生 在一次偶然的集会上当中 让我遇到了她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我看到她的眼神 很亲密 很伤感 感觉让我灵犀心动 于是呢 我就开始追求她 在一段接触之后呢 我感觉她心里边 多少有我的存在 但是呢 总是对我忽冷忽热的 让我很迷茫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38岁的男人 终于心动了 但是女生的态度 却是那么的摸不透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 38岁来自辽宁 女嘉宾胡女士 30岁来自辽宁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38岁 是第一次对一个女生 如此动心 是吗 不是 以前也有过 有过 没结婚 没有 一直单身 这个小片里面说到 第一次看她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忧怨的眼神 吸引了你 是吧 差不多吧 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在公园 那天吧 晚上那九点多钟呢 我在上网 上网的时候呢 突然有个人夹我 问我 她想找个男朋友 所以呢 我感觉很诧异 我就跟她聊了一会儿 感觉还不错 所以说我就约她出来 到公园去见面 结果呢 她真的现身了 第一眼给我感觉吧 她挺伤感 很实的 哦 你喜欢伤感的女人 是吧 不是 因为呢 到了我这个年纪榜 就想找一个 有经历的 有经历过呢 才能知道珍惜 哦 是的 今天她为什么 请你来吗 知道 她就想要我 给她一个答案 但是我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的纠结 哦 纠结啊 那你们说说 为什么纠结吧 我们认识了 一段时间之后吧 我就约她去我家 到了我家呢 她让我背她上楼 我感觉呢 一个女人 能对一个男人 有这种要求吧 应该心里面 应该算是 可以让她做一个男朋友了 后来呢 没隔几天呢 她给她打电话呢 她也不准备接 对我爱搭不理的 整的吧 就像很迷茫的 你说算是男朋友吧 还不算 不算是吧 还对我有点认可 让我感觉很迷茫 哦 你直接问不就完了吗 你当我男朋友没有啊 不就行了 也问我 但是总是吧 回答吧 说断不断 不断吧 还断那种的 给的特别不明确 比如呢 她一有事吧 她就会去找我 有一次吧 凌晨两点多钟 我正在睡觉呢 她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我问她在哪 她告诉我 然后我去找她去 我见到她之后 感觉她挺伤感抑郁的 我问她什么 她都不说 只好呢 在她陪她 走一走吧 一直走到天亮 多久认识的她 老是若即若离啊 主要还是因为我之前这段感情 我跟我前夫呢 厌世一年 然后结到婚 然后我们结婚 在一起两年半 因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前夫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体贴入位 然后那个时候 虽然说她也不是很有钱 然后工作也不是很好 但是她就是 各方面对我都非常好 但是结婚了以后呢 她就变了 三番五次的跟我闹离婚 然后刚开始呢 我是既然嫁给她 就想跟她过一辈子的 所以就是每次都原谅她 然后我们属于裸婚 她是外地的 然后住在我家 所以呢 我一直都是 特别特别的爱我前夫 所以我才会那个 就是一直想 让她和她好好过 直到近半年 就是我们离婚之前的头半年 她呢经常天天喝大酒 然后晚上半夜三更才回家 我呢那个忘记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比较忙 每天工作到 到半夜也是十二点到一点 然后有的时候长起来非常早 四五点就要起来去工作 她呢就是下半夜十二点一点回来了 不让我睡觉折磨我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才跟她提出离婚了 尽管我就是心被伤得透透的 但是我还是特别的爱我的前夫 哦哦哦哦 那你就别跟她开始啊 我验着她就是一直把她当朋友来出来的 哦哦哦 没有别的想法 然后就是为什么说她说我 若即若即 就是因为她也跟我提过说 让我当分女朋友 嗯 但是我就是一直不同意 我说我最起码 我现在我的感情还在一起啊 我没在你这儿 我不能对你不负责任 所以我就是拒绝她 但她总是想见我说 见不到我闹心什么的 我说我们先从朋友做起 这话你跟她说过是吧 说过 你看你看 不是跟你说过吗 在我们这个年纪谁都有过去 嗯 不能总老背负着过去吧 啊 再说我喜欢她 我追她也是正常的 她过去就过去了吧 她现在不也单身吗 她有去生病了 临时出院那天呢 给我打个电话 九点多钟晚上 我就去医院 医生说需要住院 第二天需要手术 晚上呢 她很难受 无法躺 只能坐着 为此呢 我当人肉靠电站了一宿 嗯 第二天呢 她去做手术 我呢 打个电话 跟领导说一声 我说我女朋友病了 需要做手术 为此呢 我照顾了她好几天呢 嗯 为她端死端尿的 还为她按摩 嗯 你想想 如果我要不喜欢她 我能为她做这些吗 不不不 你喜欢人家 我们都听出来了 对 但是你不能因为她生病 你照顾她 她就 非得以身相许啊 问题是她生病的时候呢 第一个打电话的人 却是我 找着我 哦 如果她心里没我 能会给我打电话吗 哦 你是这么个逻辑 是吧 在生病的时候 我很感激你 照顾我 对我好 然后特别能关心我 就是能开导我 让我心里舒服一些 但是吧 但是我还是 没把她当男朋友 就是当好朋友了 所以生病 这个男人对你这么好 干嘛就是个好朋友呢 就因为她对我好 所以我才把她当成好朋友 但是我之前 跟我前夫的感情非常深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走不出来 那你别开始啊 我只是说给她当朋友 你给我当朋友 但在我的心里边 你就是给我自己一回 换过来其他的 我能这样做吗 你要是 不是在我心里边 那你不主动那天吗 那天我生病之前 你一天打好一个电话 我都没接 后来我给你回个电话 然后你不就 那个说你问我在哪 我说在院 然后就自己 然后着急忙忙就来了吗 当然了 因为我喜欢你 我给你打电话属于正常 她就是一直追我 就是想让我做她女朋友 然后做她以后的老婆 你都拒绝了是吧 拒绝了 朋友也可以一起散步了 吃饭了 因为我们家里 都不算太远 然后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就是也想有个人 陪在我身边 就是替我姐姐 出去溜的时候 她就没事就 总是要拉着我的手 然后要搂着我腰 就那一次告诉所有人 我是她女朋友 你说我本来也不是 然后你偏得这样 多不好呀 然后我每回说 她都是说一回不听 说两回还不听 最后我就是 烦得不行的激眼了 然后踹下两脚 然后她就听了 就是到现在为止 她还没拉过你的手 也拉过墙拉的 非常正常 在我心中 她就是我女朋友 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 去拉拉她的手 很正常 变成拒绝也很正常 那你来我们这干嘛呀 来这我就想 让她给我个结果 给我一个答案 哪怕是给我个希望都可以 我这人比较注重于感觉 尤其心灵上的 能让我心动的女人 真的很少 既然遇到了 我就去拒绝 不会因为几句话 或者是某件事 而放弃了 我问她点问题吧 你知道她是喜欢你的 对吗 知道 你心里有别人 你又跟她这么搭着 你这样不是折磨她吗 我之前 你不是不喜欢她 你跟人说明白 别再跟人揪揪缠缠 不就完了吗 我跟她说明白 她总是不放过我 就要住院的时候 她主动来招我 然后 不是你给她打的电话吗 她之前给我打好一个 说她特别着急 然后又微信发给我 然后才给她打电话 你确实不喜欢她 怎么说呢 其实她对我特别好 所以让我特别感动 我也觉得就是 她对我得好 让我特别的喜欢这个感觉 你喜欢跟她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再一个就是吧 我们在一起又特别的 就是有特别多的不和 就是沟通方面了 还有生活习惯了 说说说说 沟通呢 就是我说一件事的时候吧 就是我说一遍她不听 我说第二遍那时候还是不听 就好像吃香肠吧 就我们一起吃饭吃香肠 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就问我 这香肠你吃不 我说我不吃 说一遍了 然后吃着吃着饭呢 过一会儿呢 她又问我 这香肠你吃不 我说我不吃 然后她又问一遍 然后再吃一会儿呢 又问我 这香肠你吃不 我说我都做好遍 不吃不吃了 然后后来我就激哑了 反正脾气就不好 然后就吹吹打打 踹了两脚 然后她就不自身了 你跟你前夫也这样吗 我前夫不这样 前夫没她这么默的 我前夫吧 就是一个不太愿意 自身人 跟她这个有点区别 这是说了一个她不听 还有什么习惯不一样吗 还有就是吃饭 也是吃饭 因为我们在一起 吃饭时间比较多 吃饭的时候 就是我比较注重养生 然后喝水的时候呢 就是一般都是在饭前 把水喝好 她呢就偏让我在吃饭的时候 一会儿就端杯水过来了 你喝点水 我说我不喝 然后呢 我就是吃着吃着 然后她又告诉我 你再喝点水 我说我不喝 我说吃完喝水 对身体不好 然后她就偏说 吃完喝水 对身体好 我们就是这种小事 总是因为这点小事 吃点饭就吵来吵去的 饭前喝水呢 是非常正常的 在吃饭之前吧 身体器官吧 都比较干 喝点东西吧 能润一润 但正常养生眼前是 饭前把水喝好 吃饭的时候就 对呀 饭前喝 饭前 我饭前想你喝水是吧 不讨论这个养生问题了 我们也不太懂 她不喜欢你就别强求了嘛 不就完了吗 你那么较劲干什么呀 我不喜欢吃香肠 不吃 我不喜欢饭中间喝 不喝 这个从一个侧面说 你们有很多生活习惯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你承认吗 承认 但是吧 这是一种那个 整个呢 我就一种心态 就是特别于热心 而且吧 比较注重于生活细节 我觉得我这种习惯呢 对它没有任何坏处 但是你的习惯 不是我的习惯呀 那你干嘛强迫改变 我的习惯呢 我没有强迫你啊 小张你的意思 是不是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关心你对吧 对 我觉得香肠好吃 我就想让你吃 对吧 你可以不吃 是的 但是他每回都是 说一遍就行了呗 然后说第二遍 还说第三遍 没完没了的 我好不跟他发脾气 他就不那样 每回都是因为 这些琐事 然后一吃饭一会儿就生气 你跟你前夫 现在还联系吗 没有联系了 心里还有他 反正现在走不出来 过不去 听见了 听到了 人家还有一段感情 知道 我就是想让他 给我个希望 我没说让他心态走过来 因为我也知道 每个人都有过去 他也有过去 我不可能强迫他 一下走了 那不可能的 我就是想 慢慢地抚平他的伤口 慢慢地能找出来 我能跟他一起过未来 而不是让他的过去 抬着他 找着未来 我的未来 所以说我才去追他 那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从现在开始 别老拉人家的手 搂人家的腰 这个吧 慢慢地 这不可能做一下子 因为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吧 连一点表达能力都没有 那叫喜欢吗 哦 我听明白了 你们俩都是挺较劲的人 你较劲在过去 你较劲在自己的世界里 以前那些女朋友 也是这么走的吧 不是 我准确说是 她是第二个 走入我心里面 让我心动的 第一个为什么走 可能是 她感觉我 无法达到她的要求 最主要的是 我一厢情愿地追她 人家是 一直就不同意 那个词叫一厢情愿是吗 对 用的对吗 对 追了一年多 人家一直就拒绝我 但是我最后觉得 实在是这样做的太无聊了 没有意义 既然也努力了 也不成功了 也免得将来后悔 好 明白了 我看老师们怎么帮这一对吧 这叫一个纠葛呀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挺不看好你们两个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 想法和最终的初衷 都不是特别一样 这位姑娘 我先说说你吧 我个人觉得你和她在一起 多少呢 在某些事情上缺乏理智 你虽然口口声声说 你希望她是你的 一个普通的一个朋友 但是你肯定在生活中 很多的一些细节 让她误以为 你跟她已经想确定恋爱关系 包括男方你说了 你曾经背过她是吧 是 所以你才认为只有男女之间 形成恋爱关系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这位姑娘呢 如果你真的把她当做普通朋友 一般的姑娘 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希望你在生活中 应该有一些自省 就是当你在上一段感情 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陪在你的身边 你们这种感情 就像是救生圈式的感情 你上一段感情的失利 就造成了你溺水 所以你把它当做是救生圈 你希望它能够带你走出 你情感的阴霾 你既希望它在你身边 但是又希望跟它保持距离 你最终的目的 并不是想和它在一起 而是希望它能陪伴你 度过最艰难的时候 这就是男性非常苦恼的地方 为什么你永远走不进他的心 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只是充当他的一个救生圈 那么这位姑娘呢 我还要说你就是 你整个的气质 是有点楚楚可怜 是有点林黛玉那种 悲伤那种感觉 所以呢特别容易引发 有拯救玉的男人 走进你的身边 这个男人内心中 有很强烈的拯救玉 你内心中 你希望它特别的快乐 你也不在乎面子 我也不在乎被拒绝 只要我能去拯救它 实际上呢 你们这之间也不是爱情 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 我希望你尽快地 用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方法 来脱离上一段感情 对你的纠缠 这样你们的关系 就会非常清晰 对这位男士的建议就是说 你最好来清醒地问一下 你是想拯救它 你还是想找一个人结婚 不是 我就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女人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那么她明显不喜欢你 非常正常啊 你和我两人都 对 你认为正常的事情 但是却在经历一场 不正常的感情 不管你如何回应 我只能说 我对你们两个人不太看好 你们之间没有爱情 所以无需保卫 你这么地追求人 然后也在耐心地去等待 最后的答案和希望 我觉得很正常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份感情 这份冲动和愿景 其实如果要在18岁 哪怕是28岁 我觉得任何问题都没有 但今年你的年龄 已经是38岁 38岁的你并不成熟 尤其在恋爱层面上 你只顾自己爱 不顾他人心 你只表达出你的爱情 但是你并没有走进 对方的内心 你明明说我要耐心地等他 但是今天着急要答案 着急要拥有 所以女方黄黄然 没有安全感 你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 都是一厢情愿 那反过来我再说 女方刚刚离婚 在网上你写的是找男朋友 对吗 在那一刻 其实你找的也不是男朋友 后来你也讲说 我没有从前任当中走出来 那言外之意呢 你其实是在疗伤 你自己现在在他身上 既想疗伤的感觉 但同时他对你的好 又让感觉到他是你的前夫 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分不清楚 他是现在你的普通朋友 还是你的前夫 所以在那一刻 他对你的好 又害怕 又希望 所以说呢 你以恋爱为名 但实际上 你自己还在疗伤当中 所以半年的时间 你应该给对方一个决定 当断不断 必然自害 所以我希望呢 尽快 给出一个结论 如果 确定不了 而对方也表达出 他这样追你之心 那么暂时你们的普通朋友 我都觉得没必要去做 以为此刻你们俩差异太大了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余老师 在外人的眼光看来 你们的行为就像四个字 打情骂俏 据编导跟我说 在你们来到天津之后 男生也在编导面前 数次地要搂你的腰 你不是严厉地拒绝 你是欲拒还迎 如果自己不爱的男生 搂自己的腰 做出种种亲密行为 那是一种极不尊重的 作为女生来说 她会反感 她根本不可能接受 但你接受了这么久 甚至是你提出要求 让她把你抱起来 背起来 所以你自己心里想什么 你自己不明白吗 她是一个没有自知是明的人 你是一个偏偏不肯说明的人 你不要以为她喜欢你 你以为她让你抱 她让你搂 她不对你言辞地拒绝 你以为她是给你机会吗 其实不是的 我跟你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对她好吗 好 她的前夫对她好吗 她说的是不好 对吧 但是她偏偏爱着的还是前夫 她的经济情况比你好对吧 她是不是曾经提过 嫌弃你现在的经济状况 错过 但是她跟前夫是裸婚 对 很显然 喜欢一个人就没有条件 即便你不喜欢我 你对我做出伤害行为 我依然见兮兮的爱人 即便 你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 但我愿意跟你裸婚 这叫爱 但是在你这 种种问题就是问题 永远回事不去 这还不能够说明一切吗 她对你的种种行为 对你的死缠烂打 对你的 对她的这种搂抱 亲密行为 之所以反感 却又不拒绝 只能说明一个道理 我们曾经受过太多的伤害 我们需要这种温暖 虽然这种温暖 很不得要领 但是 有 总比没有好吧 你们两人都犯了一个 巨大的错误 就是太迫不及待 台本上写 你是2015年9月份离的婚 同月 你就认识了她 从此就开始了你的疗伤之旅 我经常说过这句话 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 否则是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 冷静一段时间怎么了 孤独的滋味就那么难受吗 好好地体会一下 舔舔自己的伤口 看看自己过去到底做错了些什么 怎么样选错了男人 不可以吗 偏偏不行 非要让另外一段恋情来安慰自己 结果爱了自己又爱了别人 你也狠气吗 你口口声声说 难道遇上你喜欢的女人 你不会搂她一下吗 你不会情不自禁地想一亲方则吗 如果你真爱她 你就应该尊重她呀 这叫爱呀 她38了 我告诉你 你才30 你要好就好好地好 你要不想谈 请自重 请自爱 你也是一样 如果将来你再谈一段婚姻 如果你真爱一个女人 请尊重她的感受 她说不想 请你自己 就此规范自己 不要认为爱一个人 就可以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样的话 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不自重 就这样 两位不都说 有情感经历吗 你判断一下 你们这叫爱情吗 也许对于她来说 不是爱情 但是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爱情 对 你回答我 你们是爱情吗 暂时不是 哦 她喜欢她 真的喜欢 当然了 知道 听说过那句大废话吗 叫有一种爱 叫放手 听过 对 你就有一种爱 叫放手嘛 该放的时候 自然会放 什么时候该放啊 到真的是不可以 什么叫真的不可以啊 结许今天她在这个舞台上说了 哎呀 我是爱你的 我给你机会 你敢信吗 信 真信啊 信 那就没办法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月儿 我认识你这段时间呢 真的挺喜欢你的 你过的感觉真的很多很多 跟你在一起呢 你高兴呢 我也快乐 你对我发脾气呢 我也不感觉到生气 但看不到你 我说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喜欢你哪点 我要是知道你喜欢你哪点呢 我就不会犯愁了 喜欢一个人呢 并不需要 知道他非你喜欢的哪 就会不知道 才是最要命的 那你这些坏习惯你能改吗 我会慢慢的 就吃饭巴了嘴 然后我说一遍还不听 然后还说第二遍 我会慢慢的 慢慢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吧 我不能跟你说做决定 因为呢 我现在做决定呢 我说的话 我自己我都不会相信 我不喜欢做那个 没有结果的那种空谈的意言 那大概你想一下 生活中慢慢来嘛 我会为你改变 但是呢 你不能让我一下子都改变 就像我接受你的习惯一样 好 时间到 对不住啊 回去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要点式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卡 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各位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TV 距离爱奇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来看看这一对 他们自己的选择 女生 会给她希望吗 请开 想听清楚了啊 我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我也不想放弃的 我也不想放弃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给彼此一次机会 好好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这些换毛病能改吗 慢慢的 我慢慢的改 慢慢的什么时候 慢慢的 不能让我一下改 不像我这种 你这些换毛病一样 你的一切 那你得有个时间吧 时间 一年两年 哎呀 后半辈子时间长呢 被你下降我改这么快 哎呀 快快把灯打开吧 受不了了 好了 药保湿 一杯湿 我要把这个送给你 兄弟 我跟你说一句话 如果你爱一个女人 你连扁起嘴这个习惯 说我都要用一生去改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那你啥时候能改掉 我慢慢的 还慢慢的明天就可以 从下一顿饭 不夹几步就得了吗 祝你们开心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牵着手走吧 谢谢 看着他们离开背影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 我们的工作 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来了解第二对嘉宾朋友 的一些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我跟我男朋友 是在三年前认识的 当初我对他并没有感觉 可是他承诺他会对我好 会专一疼我 然后我就答应了 跟他交往试试看 我们相处之后 发现我女朋友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好 脾气有点怪 可能是我们之间缺乏沟通吧 我们交往了不到一个月之后 他就对我做出了背叛的行为 然后我当时也原谅了他 可是他还是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看不清他了 而且我在这段感情中觉得自己很累 我也不想继续这段感情了 我已经跟我女朋友承认过错误了 他也原谅过我 为什么他现在要跟我提出分手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的走下去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潘29岁 来自广州理财分析师 女嘉宾小郭22岁 来自四川是一名化妆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小飘里说三年前就有认识 是吧 对 我们之前是在就是说房地产认识的 然后刚开始是他面试的我 然后就是面试的时候 他就表现得非常喜欢我 就想追求我 我一直不答应 因为我当时对他没有感觉 然后他就一直不停地说 想我做他女朋友 他会专一对我好会疼我 然后我就被他感动了 可是后来没到一个月之后 我们交往一个月 他就对我做出了 就是背叛我的事情 啥事 就是他跟那个新来的女同事 就关系非常的暧昧 他是误会的 那时候是因为那个上司 他告诉我 就是有新来的同事 就是多多地去关照 多体谅他们一下就这样 可是照顾不是你那样照顾他的 你知不知道 他每天跟那个女的出去吃饭 就把我冷落在一边 就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那种 然后我们的同事也在议论 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不是那种 就特殊的情侣关系 后来原谅了吗 还有什么 还有他跟那个女同事 就是晚上经常就是在你发微信 就聊天的那个内容非常的暧昧 有一次我就是看到他手机里面 就是那个女孩子在跟他聊天 他就问那个女孩子在干嘛呀 洗澡没有啊 就是非常关心 我对每个女的或蓝的 我都是有时候会问一下 你吃饭了吗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正常 你可以问吃饭了吗 你问人洗没洗澡干什么呀 他没有对其他同事 就是有这样子关心过 就跟那个女同事聊微信 其他人并没有 行吧 这事你认错了吗 那时候我确实是认错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很少去联系了 就这样吗 听明白了 但是他就是跟那个女孩子 就开始就没有跟他说清楚 我是他女朋友 我就很奇怪 那你就应该跟他分手啊 你原谅他你还纠缠这些干什么呀 我也原谅他了 那完了 就这点事 你们两个人就吵了两年是吧 不是还有其他的事 那我们说其他的可以吗 好 后来我就是原谅他 闹分手之后原谅过他了 可是后来就是第二次 就跟他闹分手的 就是因为他又在网上面 跟人家女孩子聊天来着 又聊一些就是很暧昧的那个话题 他就说自己是一个人住的 然后说自己很孤独 然后希望那个女的去他家 他做饭给那个女的吃 当时我非常的气愤 我就跟他提出分手 我说我们分手吧 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就有了一次还有第二次 那个跟我聊天的 是我一个小学同学来的 然后那个小学同学 就是跟我普通聊天 后来我QQ也删了 不跟那个女的聊天了 然后他又还没有原谅我 还没有原谅我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也是大概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吧 两年前的事 那后来这两年 你们怎么还在一起呢 就这两年一直分分合合 一直我不听得闹分手 就一想起这些事 我就觉得他不好 我就说就要分手 然后他一直在哄我 一直说会对我好 就这样 你们一共分过几回手 闹过三次 第一次是因为他的 他跟那个女同事搞暧昧 第二次是因为他的网上 又跟他的一个小学同学 又在那里搞暧昧 第三次呢 第三次就是就是有一次 我在坐车的时候 看到他微信响了 我就好奇地看了一眼 然后他的一个朋友 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上次跟你见面的 那个女孩子 还想在月里出来吃饭 这个刚才没说过 那时候是这样的 他发现那个短信 是因为第二次分手的情况下 他闹分手嘛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那里 我心情特别不好 我有个兄弟 然后就过来找我嘛 他就说 之前在那个饭店那里 见过一个女的 挺好的 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对啊 他跟人家说 我又略带他 又跟他发脾气 又打他骂他 接着说 然后 见了 没见 没见过 没见过 就是这样说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说 我要去跟他们去见面 我就是没有表态 就这样 然后他就说 我就这样帮你决定吧 然后当天发了一个短信 然后后来就是给我女朋友看到了 然后他就是觉得我会不会那样再去背伴他 就这样 姑娘 我就特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 你们这三天在干嘛呢 有意思吗 这三两伙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意思吗 不是今天过来就想 那为什么不分手呢 不分手是因为他就是当初对我挺好的 他 我到现在为止没听他对你怎么好 那时候是这样的 那时候有一次他生病嘛 公交车站到那个医院是大概有两三公里的距离吧 然后他说他特别疼 然后我就背他一起去到那个医院那里 然后去到医院那里 医生就跟我说你女朋友现在要动手术了 什么毛病 这不方便说 在节目不方便说 那过 对啊 就是那时候我看到他这么疼 但是我那时候刚跟他一起离开那间公司 也赚不了什么钱 他跟我说既然大家没钱 不由不看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纠结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那些朋友说 你能不能借钱给我 帮我女朋友去看病啊 那些朋友就说 你是不是说谎啊 然后就不相信我 然后后来我终于问到了一个朋友 他说我愿意借钱给你吧 然后后来我女朋友的病治好了 他就是也挺开心的 也感动了 就这样 对 当时我是挺感动的 可是我就一直觉得他应该是愧疚吧 就应该是愧疚才这样对我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他算你半个救命恩人 可是你又觉得他之所以这样对你 是因为他前面对不起你 所以他才这样 是吧 对 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呢 就是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毛病吧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件事情 就是女生用的那个梅笔 她放在家那里了 然后突然间不见了 然后我那时候在上班嘛 她就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 我那个梅笔去哪里了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自己用的 为什么问我了 她就马上破口骂我了 那我肯定要问她 因为平时我东西都大多数她收拾的 那我肯定会问她呀 我找不到东西我急呀 她就是觉得我现在对她不好 她现在怎么对你不好了吗 她就是有时候她就总说我脾气大 就是说我怎么老是对她发脾气呀 啥的 我说哪个女孩子没点脾气呀 我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你为什么离不开她呢 就 除了感恩之外 还有什么 就心里面还是有点就是喜欢她 喜欢她就好好过呗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件事很委屈 是 能够理解她那种心情 应聘的时候 考官就对面试者下手嘛 就把人家变成了女朋友嘛 然后再来了一个女的之后 发现这个家伙对那个女的又不错 对 我就觉得她就看别人长得好看 可是她就 也就是说在三年前她第一次的犯错 跟那个办公室的女同事暧昧之后 其实在你的心里这坎一直就没过去 是吧 那你走啊 可是我不舍得 就是觉得 不舍得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因为她想分手嘛 然后我 对啊 这都三年了怎么才想分呢 一直想分 一直分不掉 她就死缠烂打 她缠你 你腿在她身上啊 就我心软呗 我觉得她就当初对我好过 我就一直 就没分 没分就好好过呗 闹腾什么呢 但我就觉得她之前就那样对我就 她怎么对你了 你再说一遍 而且她一直不承认 她不承认她喜欢过人 那你承认 喜不喜欢 那时候是确实是 喜不喜欢那女孩 喜欢 都没动过坏心思 有 好了 已经交代了 行不行 更不行了 还喜欢过 来吧 老师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孩的纪念有多大了 29 29岁 你的 就是外在的年龄和心理年龄 其实都不像29岁的 我觉得像一个小孩子 你们俩人 我个人感觉就像是两个小孩在过家家 女孩子的这种心理呢 我想提醒你一下 而且我也想提醒更多的一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尤其是女性 为什么这么多年 对于她 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 然后呢 给她心理上升到一个背叛 忍无可忍 但是还要继续忍耐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心理 那么这种心理 如果你自己不能化解的话 如果你们要结婚 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像什么呢 这就像有一天你男朋友不小心 把你胳膊上呢 划了一个伤口 然后呢 她给你呵护好了 第二天早晨 你把她叫起来 你来看看 这就是昨天你给我弄的伤口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又把她叫起来 你来看看 这是你那天给我弄的伤口 一个月之后 天天如此 你来看看你给我弄的这些伤口 首先来讲 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愈合不了 因为你每天都在重复这个伤口 没有给她愈合的机会 你们俩人都说互相喜欢 但是我感觉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就应该原谅她 就如果你内心中真的对一个人有爱意的话 你还爱着她 对于她做的某些事情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认同 但是决定要跟她走下去 那么一定会让这个坎过去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你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爱意和喜欢 我现在倒是觉得 你们之所以不分开的一个原因 有两点 一个是两个人互相有所依赖 就这种依赖的关系 我离不开对方 第二个就是你们 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就更好的 我倒是想如果男孩子 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暧昧的 两个对象其中有一个 在向你发出更强烈的信号的时候 也许你们之间的关系早就结束了 不会维持到现在 所以女孩子来讲 你为什么能拖到今天 当然也有可能你是没有遇到一个 更合适的男性 我一直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就要跟他分手啊 就我觉得我没遇到对的 所以我说你们之间并不是互相喜欢 你们现在的僵持就是在等谁 的生命和世界里再出现一个更合适的人 然后谁将主动提出分手 我跟男士确认一下 你对你朋友和你相识多长时间 你们就确定关系了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然后确定关系以后 一个月就暧昧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心智真的是很幼稚 如果说一个女孩真的能够打动你 真的让你发的内心去喜欢去爱的话 她不会在一个月之内 还会被另外一个人所吸引 另外我发现她的暧昧 有的时候是公开的 你要偷偷摸摸的还好一点 因为你有畏惧之心 觉得这事不对 而你有的时候要公开 那我反而觉得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你倒是认为说暧昧一下 这有什么的了 你把这份感情当成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的问题 而是你要改变你的婚恋观的问题 不要对谁都那么的暧昧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反过来我说一下 这个女生 两个星期就确定关系了 这个也太随便了吧 她一直死长难打 然后当时又说出一些 令我很感动的话 说会专一 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女朋友以前 所以说你为一些话打动了 但是你要知道 随便得来的人 她能会珍惜吗 这是一开始 另外一个呢 你其实此刻的心理 耿耿于怀 无外乎是 她在和你确认关系前后的落差 导致你在所爱 觉得她不爱你了 不关心你了 所以即使今天没这个事 你仍然会找出其他事 来去挑衅你俩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不够爱你 所以你现在绑着一个枯萎的花朵 说舍不得 因为三年前她曾经给过你方向 一次一次的你的潜意识和内心告诉你 她不合适 而你一直贪恋 曾经的那份一点点的感觉 如果你的好 或者你觉得她对你的好 只是曾经的话 那没有了现在 也就没有了未来 如果这样 我支持你今天从那里别出来了 谢谢 谢谢余老师 佢老师 她对你曾经的那些 让你感动的事情 不光是你 其他的女生她也会干 每次我们 问场上的男生女生说 你究竟看上她哪一点 她都这么坏了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每当我们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只能说明 我们和场上的人 最大的不同一点就在于 我们有缘子 你们没有缘子 你们很不彻底 的确 在生活当中 很多事情不是黑白分明的 一定是有中间的灰色地带 要多角度地去考虑问题 但是我们在态度上 尤其是在情感上 是一定要彻底的 有些女生总是说 是 她们是很坏 但是她有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 于是我们说 她到底对你有什么好 她说了半天 也无非是 端茶送水 抵衣服 又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温柔而已 也说不出什么好来 但是女生就觉得 我就留恋她的一点好 却忘了打的是非 你不觉得你是一个 很不彻底的人 你说你走 你不敢走 你要说你留 你又不敢 真正的包容 她也很不彻底 她又是暧昧 你要说你留下来 你好好过 她又不是好好过 所以你们俩都是 十分不彻底的人 没有原则的人 如果在坚守原则的时候 忍不下心来 执行自己的原则 忍受那一点点痛苦 那么将来就会有 更大的痛苦 而且久而久之 这种痛苦 就会麻痹你自己 就像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它也是一样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 经常说要彻底 要么就眼里不揉沙子 要么就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 你呢 眼里又不揉沙子 然后呢 沙子揉碎在眼睛里 你又觉得疼 那你要干嘛呢 阿蒙老师说的不错 如果外界有一个 这样的催化剧 一个这样的男生和女生 闯入你们的世界 你们可能早就散了 但是我觉得那样更不好 因为那样的话 你们会害了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 想清楚 想明白 就像上一段一样 你们今天要做了决定 就把这个决定 当成你们对彼此 一个一生的承诺 别又开玩笑了 好吗 话而言这就是 如果你今天出来 你彻底原谅他了 你们就好好在一起 不要再这么 憋憋憋憋的纠缠在一起了 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这么多了 然后你一直在我身边 然后我觉得你是最好的 经历过这么多的东西之下 我觉得你在我身边 是最适合的 我觉得你的性格 就是比较快吧 然后我的性格比较慢 然后我觉得我们 是比较配合的 我知道我之前做过了 很多的事情是错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很爱你的 我想跟你一起生活 还有计划我们的未来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 给多一次机会给我 让我可以好好的珍惜你 能不能再原谅多我一次 我以后真的不敢了 然后我也会好好的听你快 然后跟你好好的在一起 能不能给多一次机会给我 我 我不知道 相信我 我决定 哦 时间到 来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有什么话跟他说吗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了 很多错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我是慢慢有改变的 然后我真的希望 可以跟他一起 然后可以远跨他 然后可以跟他一起走下去 因为我经历的人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是最好的 行吧 他这么个意见 就代表说他要跟你分了 你给人个态度啊 我要继续去追他 因为我觉得他是最好的 即使他做出了跟你分手的决定 是吗 对 谢谢你 请回 所以这个事情真是有两面啊 我相信有一些观众可能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就会想 哎呀 这个男孩对感情你看多专一呢 犯了错误 想明白以后就抓住不放 但是你在想 这种专一背后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 这是挚扭还是专一 所以任何的事情 当他超过一个度的时候 提醒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 要尽心想一想咯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背诗爱情保鲜剂 杜老师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们俩异地将近两年 家里的父母说 要叫男方倒插门 但他也是独子 我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身边 是可以理解的 但其实解决这种问题真正的态度 在于当事人自己本身 如果当事人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 父母显然奈你不和 好 谢谢 谢谢附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护领先品牌 一背诗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一背诗 一背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一背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背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途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迎323途牛旅游节 百元现金券 再次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同时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